董事长 现在中国军委会的副主席张又霞 张又霞就跑到了俄罗斯 跑到俄罗斯 当然跟普丁 还有邵伊古 这个会面 可是会面传出一个很奇怪的消息是 现在在加萨走廊里面 竟然有很多中国的工兵 原来有很多中国的工兵 他们在困在整个加萨走廊 也就是哈马斯里面的这个隧道里面 现在哈马斯讲 你在打仗啦 打仗的中国工兵要赶快离开啊 要走 他说不行 现在中国的工兵就要被困在这里面 困在这里面是哈马斯不让他们走 现在张又霞跑到俄罗斯 拜托邵伊古说 你跟哈马斯讲一下 把人给放出来 张又霞当然跟普丁 跟这个邵伊古见面 主要的目的是 谈中俄的这个技术军事的 高层的战略合作 但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任务 就是去拜托这个哈马斯 把他们困在这个目前 一批工兵的军官 一批工兵军官 工兵军官 工兵的军官跟工程师 卡在这个哈马斯的地道里面 他们跑到地道里面去呢 因为这一批人就是当时 中国应这个哈马斯的要求 然后化妆成一般老百姓 从埃及潜入进去 教哈马斯帮他们做这些 最重要的这些隧道工程 然后最后来做了一半 打起来了嘛 他打起来不放他走啊 不让他走了 因为他打仗啊 打仗的时候有时候 有一地方会垮啊 他会抢救啊 要补修啊 工程要有工兵啊 对不对 所以可是这个在里面 他已经知道这个战争已经打到今天为止 南北加萨已经被整个切断了嘛 所以哈马斯已经掌握了整个主导权了嘛 所以已经不可能再会打赢了 所以他现在担心的时候 我到时候被抓到 我说中国人在里面帮你修隧道 到时候这个事情被联合国 或是被以色列查到怎么办 以色列不是跟你翻脸了 已经翻脸了 已经翻脸了 因为董事长你当时讲 董事长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哈马斯的地道 刚刚讲的这个哈马斯的地道 做的有模有样 你这边刚刚讲的 它有好几层 你有好几层 你有些地方你可以放这个水的 你可以放食物的 甚至你可以放军舰的 你不然可以放水跟放军舰 你还有很多的竖井 竖井上面这些通风口 刚刚讲的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你当时就讲 以哈马斯这种小米加布箱 以哈马斯这种能力 怎么可能自己做出来 你当时就判断 这一定是中国帮他做的 因为全世界最有能力 现在做这种地下隧道的 就是中国 搞了半天 真的有中国工兵的生意 对中国的工兵的部队 在隧道地下道工程的 全世界第一名 他们有几个结束战机 最重要很简单 最早的 最早的韩战 韩战 到了近代的 现在的北朝鲜 已经挖了很多的 大量的地道 通往首尔 对 经过38度限制下去了 对 已经曾经想要去 俘虏韩国总统 直接派他的特种部队 化妆成南韩老百姓 直接进去干 对 干了后会被抓到一大堆 被打死一大堆 不是 还有一个更可怕 他打的肠子都流出来了 肠子都流出来了 那个人抓着自己的肠子 跑回38度限 所以他们那个第一道的工程 怎么可能是韩国人做的呢 北朝鲜怎么会做这个东西呢 中国谁最会做 中国的铁道部啊 所以中国以前就在宣传 中国以前的铁道部 铁道兵团 他们就有一个地道战 对 他的铁道部 所有的技术 他对地质跟工具等等一切 世界第一 他这个韩战搞过一次 不要忘记了 越战的时候谁打的 越战的时候 丛林战争里面 那个来无影去无踪 突然间跑几个人出来 开几艘跑掉了 那不是北约的人自己挖的吗 对 当然北约不会挖嘛 北约拿的这个力量 这个叫技术 我刚刚讲的 从地质的探勘 他挖的地道下面是几十公尺 他下达到七十到一百公尺 你现在 我现在回想看看 你记不记得你有一个印象 在北朝鲜曾经有做过一些宣传片 他们有地铁对不对 地铁深度多少 很长很长 百米啊 一百米下去啊 他说你从地表 你要到那个地点站 搭那个电斧梯 两分半 对 那为什么 那是做什么用的 那个作战的时候 就是做防空隧道嘛 所以这个防空隧道的地道的概念 对 这些东西我刚刚讲的 全世界第一名的技术 就是中国的铁道部嘛 因为中国还可以把一个三腰 直接挖出一条路来 对 所以你看看他 他现在 所以他派的人持续的不断 原来为什么哈马斯吹牛嘛 所以他有五百公里 那可能是过吹了 可是他的技术 已经累积到这种程度 你看他那个地道挖的地方 他旁边放了什么 放了火箭弹 现在被以色列 破掉了一百多公里了 一百多公里 他旁边有 他旁边的火箭弹 是就架射在墙壁上面 那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所以他的发射口 是有不断的 有设计了非常多的发射点 他你现在开始机枪 他旁边还有火箭弹也放旁边 后来已经被发现了 那他更恶劣在哪 你知道吧 他每一个出口的地方 都在什么医院的下方 对 都在儿童幼稚园的下方 对 都是游艺中心下方 都在大学的下方 都是那种人口密集的地方 哪有一个政府 要保护自己的老百姓 然后把老百姓 就变成人肉盾牌 就搞得变成这个 现在不是那个哈法医院的吗 现在证明了吗 是哈马斯的最大的指挥中心 所以这个中共很恶劣 中共长年的经验 不是 拿人民当人质 中国的人海战术就这么来的 中国当时在打辽宁战役 辽省战役在打长春 就是这么干的 所以它不是只有让你挖一个树井 挖一个地道下去 它包括它的发射口 它的射击点 跟这些都发射 那这些怎么可能 有一些哈马斯人怎么懂呢 所以它是整套的一个total plan 才能够做出那么大的一个作战 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 不小心进到这种地方的话 它从哪个地方突然间钻出来 钻出来就突然间就恭喜你 所以你看那几次 包括以前曾经前十几年前 库德族跑去 俄罗斯派了特种部队 要去打克吴德族 他听说派了一千多个特种兵进去 最后只剩一个军官活得出来 就是这个地道 地道里面钻出来打你 你根本分不出来 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所以这个来无影去无踪 他们是相信这套会胜利 所以我觉得哈马斯当时 做这个布局 敢去攻打以色列 也是心里有谱 也有树 这个是他有可能必胜之道 他觉得我反正在躲到地道 你就拿我没辙了 结果没有想到 以色列因地制宜 设计了一大堆高科技的产品 包括里面的无人机 所以美军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水下作战装机 讲一句话 所以你把地道站的概念 就不要想成说 它是在地面上 水下 水下你的装备 你的设备 它那个工程 它不叫工兵 它叫做工兵作战部队 它的工兵是 它可以训练一批 以色列训练一批 专门的工兵 对啊 专门打这些地方 它先 它要攻下一个地方 它找到一个出口之后 它一番步兵 退到后面 就让这些特殊作战工兵 先下去 先下去 然后它这个整个有 这些他们的钻石部队 钻石部队 然后它的这个所谓的无人机 在里面飞的时候 它用电池的 可以飞七分钟 那七分钟本身 它里面可以摄影 可以拍照 然后它上面的那个雷达 可以侦测 它用这个 就像我们在挖矿的时候 我们这个从这个 这个叫做 它在测试仪器 可以再用色彩分类 对啊 色彩分类 它知道你什么东西 知道你下面的 因为我们本身采矿就会嘛 就做一些知道 对 你是学这个的 对对对 采矿地质分析 可以分析出来什么东西 但是里面会有一个 隧道会有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会有二氧化碳 呼吸啊 你会有二氧化碳啊 二氧化碳从地表上 可以测出来啊 我可以测二氧化碳 活动点 所以它把它上面 把立体图给画出来 有二氧化碳 就可以找到人了 你知道你下面在 哪里有活动啊 而你下面是放的是 飞弹放的是武器 那地方在地面上的 呈现的图形是不一样的 所以以色列还那么精准的 那这一套东西 已经经过了非常多年的努力 他们已经完成了 一个整个的作战 作战的部队的一个编制 好 提会 之前就有传说 哈马斯跑去哪里受训的 跑到了中国受训的 甚至刚刚讲那个Gast 他等于说这一次 策动了这个战争的 这个发起人 他是最神秘的 被猎杀的对象 他最早在哪 就在石家庄 在石家庄嘛 他就是学工兵的 所以哈马斯的战术 是跟中国学的 现在真的更确定 中国工兵有一群人 中国工兵的军官 现在被困在 加萨走廊的地道里面 进不得 推不得 搞到张又霞 要跑到俄罗斯说 拜托你把人放了 因为 大家刚刚讲的 哈马斯放掉的第一批人 就是俄罗斯人 对 俄罗斯人被放掉 那现在中国是想说 我在那边的人 应该也要被放上 那大家看一下 真的有中国的工兵困在底下 一定是有中国工兵在地底下 那对哈马斯来讲话 你还逃 你现在是我的军事顾问 你是协助我 你帮助我去架地道 你知道中国他长期以来 以前共产党在打华北战争 在华北搞日军的时候 就在搞这个地道战 这个地道战的长期以来 他们就知道说 这里面要储存什么东西 洞要怎么挖 然后要怎么排气 然后哪些东西要煮饭的 哪些东西要储藏 弹药库的其实都一清二楚 所以对他们来讲都非常有经验 你知道连越南的 这个当时对付美军的 越战的时候的地道战 也是中国叫他们的 真的假的 所以那时候你知道吗 中国不是后来又发动 逞越战争吗 逞越战争的时候 后来不是有一个老三战役吗 老三战役来讲的话 就知道怎么对付越南 因为中国知道 我有火攻 我有火枪 我进去的话 你就跑出来 因为你里面养气会没有 你会被烧掉 那你有可能受到这个火的攻势 所以你也会从地道跑出来 所以你看他的内部的地道来讲 非常完成 而且不要忘了 张又霞 张又霞当年就打过老三战役了 而且他就跟越南之后 知道怎么打地道战的 所以现在就跑去 所以张又霞是跟地道 铁克 铁道部队有关系的 张又霞他以前就是在这个 当解放军的时候 在当阿兵哥的时候 在年轻的时候 就是曾经打过1984年的老三战役 你就知道当时怎么处理地道战 怎么处理这个越南的相关的士兵 而且你知道 他现在跑去跟邵伊古见面 跑去跟普丁见面 就是要运用俄罗斯的一个影响力 能够让哈马斯把这个中国的 相关的工程师 因为中国要湮灭证据 他怎么可能 让大家知道说 里面的东西是他帮忙弄的 而且连里面的相关这个水泥 也是中国弄过来的 真假的 水泥是中国运过去的 水泥包 水泥的东西是中国运过来的 我当时就很好奇 你就挖洞 挖洞以后你应该是 非常的粗糙 可是你看到这个不是 这个你是有很清楚的模板 而且这个是专业模板 这个专业模板 才可以做出这样的地道的 是啊 而且它要储存水 你看用那个东西的话 大水一来不是淹没了吗 那你现在在地道当中 你又要能够储水 你又能够有相关的 这些相关的储存食物的设备 这些东西来讲 都要讲究学问的 不是你随便乱挖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是随便来讲的 中国他们自己拍了一个电影 叫做地道战 干嘛这个人 论持久战 还是看毛泽东的书 看毛泽东书的话 导播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中国的图 他们把东西弄进去 刚才讲 我这边不是藏了一个人吗 我这边有个射击口 就是刚刚吴总讲的射击口 从这个图比较清楚 我以为我进来了 你这边没有地道战 我就要进来 这个人其实藏在这边 那我觉得你一进来 我这边一个小小的射击口 我就被你干掉了 那更可怕是什么 我这边有水井 我底下有水井 我底下还有翻口 翻口就是我可以随时翻出去的 我等于地道之间 我有暗门的 人家中国的地道战是这么厉害 还可以吗 防火 防毒 对啊 你知道当时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在读什么 都在读毛语录 都在读毛泽东书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们知道说 我怎么向村包围城市 怎么去做斗争 我弱势者 我怎么无产阶级的 我怎么跟这个有产阶级来斗争 你当初共产党 怎么打垮国民党的 我今天哈马斯就要学说 我怎么打垮以色列了 所以他当然 从中国学习这些东西嘛 那中国就会教他说 你怎么用地道战 让以色列找不到你 然后怎么样之类 当然现在以色列也学乖 也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地道战 当然用水工也好 不是用火工也好 这也是从中国得出的经验 因为他们在处理越南军队的时候 就火工 水工 火工 水工的东西都可以处理嘛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中共来讲 真的是如果不要被抓到 你抓到的话来讲的话 跟着跟你中国 对 他们在这打说 他们知道怎么挖地道 也知道怎么去破坏地道 是的 所以你当然 创造地道的地道战的中共 当然也知道说 怎么去处理这个地道战 怎么去因应地道战 那你当年越战的时候 美军不会处理的时候 当然打了离地让打 而且后来美军还是撤出了嘛 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 逞越战争也好 后边的老三战也好 都可以看出当时他们怎么处理 越战的地道战 而这个可能也就是目前 以色列也在学中国 所以整个战场 尾巴在冲突当中 都有中国的影子在里面 所以我们不要说 中国没有救助战争 而且这个工程师 到底什么时候飞放出来 可能都要跟哈马斯 同归于战 刚刚讲说因为 我现在正需要你 我这里被破坏 我这里被干扰 我要重新换 真的而且刚刚讲 现在以色列就打你的竖井 如果竖井没有了 我的空气流通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更需要 中国的这些工兵部队 是啊 那到底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中共一定有犯法嘛 你当初打入中国战争 你有这种地道战的经验 你可以教教哈马斯 怎么去处理这个 被以色列这样攻击的情况下 怎么求生存嘛 所以现在对哈马斯来讲话 急着把中国留在身边 为什么 反倒不是当人子 我是在教我 怎么来打这场战争 怎么当做军事顾问 好 瑞德 刚才讲 你有你的蟑螂记 我有我的过小梯 我今天看到那个新闻 我就吓一跳说 居然中国有一批的工兵军官 铁道不军官 或者是工兵军官 被困在了哈马斯 这个所谓的地道里面 地道里面摆一下 我要离开 我就不让你离开 这些人干嘛 这些人是从埃及 拿着观光护照 进到了哈马斯 没有想到 他们就是他们的工兵顾问 在那边把他弄地道 弄地道现在出不来 可是你有你的地道 但可怕的是 以色列这边 你有你的蟑螂记 我有我的过小梯 他现在专门破坏地道了 对 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 以色列为了要消弭 外界对他是战争 这个等于杀手啊 所以最近不是大量的 让外国的西方的媒体呢 跟着他们一起进入 加杀的那个里面吗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以色列在媒体的面前 今天干了一件事 他们呢 就带媒体记者到这个 那个平民的房子里面呢 来展示他们在平民房子 房间里面呢 所收到的 藏在平民房间里面的 这些所谓的火箭 这些所谓的火箭 就是那个五千枚 超成五千枚火箭 射程超过两百公里以上 都放在这个平民里面 那么他们直接把这二十枚 其中有二十枚的这个火箭呢 就在加沙的沙滩上面 直接引爆给炸掉 让你知道 确实有这些火箭的存在 而且就直接放在平民里面 而且他还带媒体记者 直接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知道 宝洁你知道今天 那个以色列的军方 带这个等于说 这个媒体进去以后 看的地道 让西方的媒体都吓了一大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些地道 照理来讲 我们本来知道是 这个四通八达 然后在加沙里面 他们今天发现的 其中有一条地道 是直接通往以色列的境内 你知道吗 直接通往以色列的境内 那我问你 如果有一条地道 是直接通往以色列的境内 那就有可能有第二条 或第三条 那么还有一些地道 竟然长达好几公里 直接通往这个 等于说加沙的南部 又越过这个 现在被以色列所封锁的 直接到以色列的南部 所以以色列现在 他们除了 而且我讲坦白的 根据以色列带媒体去 这个访问的相关的地道 有些地道的能力 超过我们的想象之外 为什么 他们挖的 这个构工太好了 那个构工已经超过 我们一般的 这个等于说 北韩地道的那种 那种相关的这个能力 我们以前看到 北韩地道 越南地道 就是冲出之间 那么造成一个地道 他们不是 这个地道是整个结构 包括它的这个 等于说耐震度 甚至于还包括水泥构工 这个地道如果没有人指挥 没有工程师指挥 它绝对盖不出来的 那除此之外 以色列今天 之前已经说 为了避免更多的伤亡 所以不是空袭减少了吗 11枚飞弹 11枚飞弹 针对 那么在这个加沙的 三个医院直接轰下去 但是为了避免国境骂他们 他们不是直接把那个飞弹 打到这个医院的本体 那你知道他打什么地方 打哪里 他打这个医院中间的天井 那我问你嘛 你天井打下去了以后 炸弹那个飞弹的碎片 不是整个四散吗 对 你的爆玻璃一样 让这个医院的这个 包括它的玻璃 还有医院里面的天花板 全部都塌掉嘛 你说准确打到天井 对 他故意打天井 跟这个医院的周遭四周 那么他在来告诉你什么 像这个就是直接打到 医院外面的停车场 因为很多的难民事实上 就住在这个医院的 停车场的外面嘛 所以这些难民赶快逃 大家赶快拼命跑 拼命逃 逃到医院里面 因为他们知道 以色列这个时候 还不会直接把飞弹炮弹 直接往医院里面打 但是以色列就要警告你 我们已经打到这个地方 你赶快撤哦 如果你再不撤 我就认定你们的医院的下方 就是哈马斯首脑的 这个藏身之所 还有藏这个火箭弹的一个地方嘛 所以现在事实上以色列借由 带媒体去 他们确实找到了一个专门生产 就是这一次10月7号 那么10月7号的时候 一些武器专门攻击 这个等于说以色列这些的 大本营就在加撒 被他们找到这个 已经被他们迫害的仓库 然后借由媒体的力量 把这些全部都报导出来 他就要告诉世界媒体 就是说我们师出有名 我们不是滥杀无辜啊 是因为哈马斯真的这样做 而现在哈马斯 那么在面临这个以色列的 这个等于说狂轰乱炸之后 那么以色列已经在美国总统 拜登的这个协调之下 现在态度有放软 他现在呢 本来不是说在以色列 在那个加撒走廊中部 团团围住吗 然后把加撒斯整个这样子 用上下方式把它给弄住嘛 对 他现在从今天开始 每天开放四个小时 供这个巴勒斯坦人 往加撒南部逃 不过 每个人都要经过 以色列的阿兵哥收身 只要收出怀疑 你是哈马斯的 立刻押走 所以现在每个 每一天大概有四个小时的时间 这些受困在这些地方的 哈马 那个相关的巴勒斯坦人 还有机会往哈马斯的南部走 不过 以色列的总理 这个等于说直接跟你讲了 我们不是要把这个 加撒走廊据而据有 但以后的加撒的政府呢 希望是一个跟以色列能够配合的 我们会保持我们的武力 随时随地 只要有任何人在加撒走廊里面呢 在影响威胁我们的以色列的话呢 我们直接开进去 直接把整个加撒呢 移为平地 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现在 直接那么采取地面轰炸 再加上包括侵入地道的一个作为 宇宝 刚才以色列这个战争 真的让我们叹为观止 除了刚刚讲的地道战这么复杂 中国在那边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外 他们现在 居然 以色列有一个叫做猛情小队 他们叫什么 他们找了一些秃鹰 找了一些这种 所谓的这个 空中的这种很强的力量 当成他们的侍候 对 其实再来讲的话 以色列真的是非常特别 他们的特种部队 除了我们之前讲的军权小队之外 现在还有一个叫猛情小队 这个猛情小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那个时候呢 哈马斯不是拿了动力滑翔翼 就跑进去他的音乐节 又抓又杀的把他给带走了 很多的人其实在当下就被杀死了 被杀死之后呢 他们找不到 找不到怎么办呢 他们用这个兔鹰 他们就找了一个这个鸟类学家 他们说兔鹰会去吃什么 腐肉 所以呢 他们在他们身上装了一个GPS 然后呢 就把他们放飞出去 其中呢 他有一个之前就已经带过GPS的 在哪边呢 在这个贝里 贝里其实就是在加萨附近 那个时候第一时间就有被遭受攻击的 然后呢在这周边呢 他们就发现这一只兔鹰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就是距离在这个地方不远处 有些以身裂 不管你是军人 或者一些人民 你被杀害了 杀了以后把你曝尸荒野 曝尸荒野说 我根本找不到你的移州 我怎么找不到你怎么办 我就透过这些兔鹰 他们去找腐肉 对 透过他们 就可以找到遗体了 对 因为这些遗体 被他们曝尸荒野 有些是丢在山谷里面 所以呢 他们这些兔鹰 他要吃腐肉 就去走走走 走到之后呢 他就会发现说 他可以计算出来 一个人的遗体 大概要吃多久 如果呢 他只是暂时一下 可能喝个水 他就飞走了 如果他在那边盘旋 就是超过了两天 表示不止一座遗体 有人 有人 所以呢 他们在背里这个山谷里面 就真的找到了 四座的遗体 在山谷里面找到 对 而且这遗体呢 经过DNA的一个检视 确实就是在 哈马斯10月7号 徒刑以色列的时候 在音乐节失踪的人 所以 我把你杀害之后呢 我把你丢到山谷里面 以为说人不知鬼不觉 现在被凸鹰找到了 对 被凸鹰找到 然后这些凸鹰呢 其实呢 他们身上都会搭配什么 除了GPS之外 还有一个太阳能电板 这个太阳能电板 可以让他们 所有的设备呢 自己有产生电能 就不用飞回来充电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以色列周边的国家 在过去来讲 已经多次的抓到 间谍凸鹰 间谍鸟类 然后呢 他就说你们怎么可以用这些方式呢 来征收 来伺候我们的一个国家呢 鸟当间谍 鸟当间谍 好 201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其实苏丹就在抓到了一只 间谍凸鹰 把他抓下来之后呢 就发现说他上面有GPS 上面有一些设备 然后就去问以色列 以色列就说对 就是我们放的 就是我们放的 可是我们放那些鸟 是为了研究大自然 为了研究鸟类的迁徙 它要飞去哪里 我们怎么知道呢 可是那个时候苏丹就说 不不不 你们要去研究的话 一般的野生动物 你就装GPS就好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电站设备 为什么还有太阳能电板 为什么还有拍照的东西 可以拍照可以录影 你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一般的鸟类 好 2012年是苏丹抓到的 然后呢 他们黎巴嫩 沙烏地 阿拉伯 陆陆续续 都有找到 每一次以色列也都承认 上面还有批号 就是我们的以色列自然处 我们出去的 还有以色列的批号 对 我们还有批号 但是呢 你不能说 这东西是间谍 为什么很多人在想说 你有低轨卫星 你有这些无人机 在加码还有这些猛型 其实这些猛型 可以深入到很多很多山谷 还有很多的河谷 很多的山林之间 你拍回来的东西 或者是你可以飞行的路径 代表什么 以后无人机 可以这样子走 这不是你从上面 卫星空拍组看得下来的 你看到你觉得有一条路 你真正要去飞的时候 不一定飞得到 所以那可以当无人机的路径 对 可以当一个路径的想法 最神奇的一件事情 是这些秃鹰 一天可以飞多少 604公里 从2012年那时候有无人机 那是无人机的一个想象 还是一个类似概念的东西 你看这些鸟类 这些土鹰 从以前走去黎巴嫩 它跟黎巴嫩本来就是死敌 苏丹 沙烏迪 阿尔博的关系 也是最近才慢慢的要正常化 所以从2012年 2016年 这些这样的东西 其实他们已经累积了 非常多的数据 以色列 除了战权部队之外 猛型小队 其实对他们的国防来讲 是有很大的一个注意 好 瑞德 该讲的 现在以色列说 我要上全世界 买最好的这个无人机 中部的无人机我也可以接受 因为你刚才讲 现在要作战 这个居然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还有我们在看到了 以色列自己发展的无人机 没听到正地呢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 以色列在这个礼拜 刚由外国的厂商 交给他三千多架的无人机 三千 三千多架的无人机 包括中国做的 包括美国做的 你知道美国现在没有 没有货源去攻击 其他世界各国的 为什么 因为被以色列包断了 以色列直接把美国无人机 全包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现在知道 已经是在这个战场上面 无人机非常重要 无人机除了有母机 可以带小机之外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大的无人机 载着小无人机这样出去之外 它有侦查的效果 还可以甚至于变成 所谓的攻击自杀无人机 那么我们 所以我刚才讲 这就是一个无人机 没错 我去了以后 你的枪手的位置 而且我还可以在 你的枪手后面 才被你杀了 没错 那么事实上 这个无人机 包括可以直接用 枪械的方式 或者用炮弹的方式 它的这个长丁 萤火虫的无人机 你不要看它小小的 长丁萤火虫的无人机 它是由单兵带的操作 单兵用一个背包 就可以带着它操作 那么它一个无人机 大概只有三公斤多 那么把它放在地上 把那个无人机展开了以后 起飞 15分钟的飞行时间之内 一个单兵只要靠着这个 然后你就可以飞进去 包括建筑物里面 包括地道里面 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看到了以后 不用客气 为什么呢 你知道它的杀伤力 有多大吗 它可以猎杀 我们特战部队 三十几年前 我们特战部队 我们要去爆破的时候 用的都是 四分之一棒的 这个黄色炸药 对 这个无人机之一本身呢 用的是四分之三棒的黄色炸药 四分之三棒就是比我用的多两三倍以上的威力嘛 直接可以把现场污染人全炸死 你知道吗 地道全炸毁 所以你就不要小看 它看起来小小的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杀伤力非常可怕 而且他一看到你 他一看到你的时候呢 那个单兵他透过一个 有点像我们的遥控器 有点像我们的那个PS2这样子 直接在上面以后 按下去就整个爆炸了 就直接整个炸掉以后 整个屋子里面全部被移平了 所以我可以透过一个六轴的无人机 六轴的无人机上面可以放 你刚才讲这个长地无人机 就出去 我可以兵分好几路 对 那么要命的是 每个阿兵哥都可以带 因为它非常简单 对 它操作非常简单 又只有三公斤而已 但是它的杀伤力呢 完全不亚于我们说的 那一般的火箭筒火箭弹 等到你看到这个无人机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对 等到你的敌人 看到这个无人机的时候呢 无人机也已经看到你了 这时候它的操作员 只要决定 这是不是有价值的 必须要伤害 必须爆破的 然后呢 那么按下一个按钮以后 把它引爆这样就好了 所以这非常可怕 所以它又有侦察功能 它又有爆破功能 这是那么哈马斯 现在最怕的 以色列的相关的杀伤系武器 所以 我如果看这个东西 那以色列真的看得看 我有巷战用的 这个地面无人机 我丢到里面的话 它就可以把我自动寻找 那我刚才讲 除了地面 我还有空中 我还有等于说 我还有做各种 3D立体作战的这个侦察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呢 它现在更朝这个 所谓的微型无人机 比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长丁萤火虫无人机 更小 更小的无人机 为什么 因为哈马斯这次的地道呢 那么大概 大概高都有两公尺左右啊 那么宽一公尺 所以呢 它放了很多的鬼雷 鬼雷就是 像你想看那个 南坡第一跌雪一样 用那个看不见的钓鱼线 用各式各样的那个 因为它这个战场非常大 所以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军犬全部放进去嘛 那它就改用 这个所谓的微型这个机器人 或者是无人机 进到里面 同样的道理 它可以看到人 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 还有它可以决定 要不要第一时间 直接把你给 狙杀在地道里面 好 所以董事长 之前我们在这儿 俄乌战争的时候 就知道无人机非常重要 可是你现在看到以色列 难怪台湾要搞一个无人机 这个是国家队 这无人机在战场里面 刚刚讲 现在以色列是把全世界 能够用的无人机 能够飞的无人机 全买了 这些隧道用的无人机 全部是由以色列的公司 单独制作 它完全是自己干的 那大型的这个载台 就是跟美国的 一些武器公司合作 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设计 包括你刚刚看到 那种隧道列那种小型的 它可以飞行大概七公里 七分钟左右 七分钟 你看看那个图像出来的时候 它有什么功能你知道吗 它有绘图功能 它的画图 它已经画图 它就把那个整个设计图 隧道图全部画完 它马上传出 立即显影 对 所以它 然后它看到有敌人的时候 它就自爆功能 它有自爆功能 对 就变神风特攻队了 所以它这个已经 以色列已经把这方面的整个 百分之百的无人化在使用 但是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剩下的事实上 如何进一步的歼灭 对 那歼灭的过程 所以它现在情况已经控制住了 目前来讲的话 他们现在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卡达谈判 美国也出面谈判 谈判要求 你现在在卡达谈判了 在卡达 因为在卡达有这个 哈马斯的总部 哈马斯的头目在那边 他们现在哈马斯要求说 他现在停火 停火五天 他现在不同意 他要求 以色列要求什么 以色列要求他提供 所有的正确的 两百四十个人的人职名单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到底有多少人我不知道 所以他现在已经一边打 一边进行人职的谈判 然后一边在提醒民众逃离 然后一边在开始情报收集 所以他的一天都没有浪费 他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浪费 而且已经确定了 现在其他周边几个国家 目前来讲的话 并不敢用正式的军力 来投入跟以色列正面作战 这个已经没有了 这个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吓死了 就是说你现在旁边的伊朗的一些 所有的胡塞的部队等等打法 目前来讲的话 也没有办法伤到以色列 任何一丁点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现在就是说这个战场 大致上已经被他控制住 然后时间掌握在纳坦雅湖这边 他们现在已经考虑到说 战后 现在问题是战后 战后美国要求 美国现在要求战后 请他要把这个整个土地 要交还给这个哈马斯 对 请他以色列部队要退出 这个事情目前到今天 还没谈成 不同意 不同意 我没有绝对的安全的情况之下 我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地方 对 那这个跟联合国的决议 跟美国的利益冲突 因为美国要面对阿拉伯的这些国家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现在目前 你看他这次掌控情况 然后进入外交谈判 然后开始进入交易的行为 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一次的作战 算是目前为止是高科技的 全最高科技的胜利 好的 提会 当然这次也非常意外的是 本来以为说胡赛民兵组织 只是小米扎布箱 穿着拖鞋的拖鞋部队 可是这次才发现 他只有非常多的飞弹 而且这个飞弹 可以射程到一千公里以上 对 我们前几天又发现到 他竟然把美国的MQ-9 把它射下来了 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把它打下来了 当然之前也发生过 那追究起来 他其实手上有很多 胡赛组织手上有很多飞弹 那这个飞弹从来来的 当然就被抓到 可能从伊朗过来的 包含什么飞毛腿 过去的我们讲飞毛腿飞弹 还有一些相关的飞弹 这时候伊朗都有提供给他 那我们知道说 他现在胡赛组织 正在海上捞那个MQ-9的残骸 现在美国国防部跳出来 说这个你捞也没用 因为我们早就已经把 相关资料已经毁掉了 所以你就算捞走的话 也没办法去什么解密不解密的 但是问题是说 为什么还是要捞 因为其实这捞起来 不是胡赛组织自己去解密 是要送给到伊朗 去做解密的动作 所以其实背后来讲 都是不是有伊朗的这个影子在里面 现在来讲 胡赛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飞弹 可以不断地打到以色列的南方 那当然现在以色列 也用防空系统 还有用它的战机 都不断地把这个胡赛组织 发射飞弹把它拦截下来 但是这当初来讲的话 以色列有人认为说 那你伊朗就背后在搞鬼 所以现在大家一直在叫伊朗说 你可以跟我交代 为什么这个胡赛组织 以前我们讲说 它是穿拖鞋的 拖鞋部队 能够有那么多的能力来讲的话 有发射飞弹 那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发射飞弹 不是只有靠着这个 你可以拿步枪扫射而已 你必须要有精准的 所谓相关的这个卫星设位 卫星系统 还有这个定位 还有相关的技术人员 那这些人员从哪来的 当然也被怀疑说 是从伊朗所提供的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胡赛组织在那边 绞乱一直出水 上面的郑主党绞乱一直出水 下面的胡赛组织 绞乱一直出水 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现在就在防备 伊朗最后的攻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